不 老爷 三得子 击鼓去 三得子 等一下 爷 这样子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爷 我劝您再想想 我老觉得这事有点别扭 是 爷 要不这是我来吧 这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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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太 你一个和尚 两袖清风的 告你做贼也不像 他倒是贼没鼠眼的 看起来挺合适的 可你进去了见了灵秀风 你知道说什么吗 行了 击鼓去吧 爷 好歹你也是个黄 从古到今 也没有说让人给当贼送进大牢的 那什么呀 你还记得我是那个什么呀 那那个什么的话 现在也没人听了 爷 那你要小心啊 三得子 去吧 哎 神塔 唐下所占何人 有何援曲诉诉到来 大老爷 这小子偷了我的钱 您可要为我做主 可有此事 你这个刁民倒还知道认罪 是个聪明人 知道到了这儿 最好是乖乖的认罪服法 兴许本大人会对你法外开恩 说说作案经过吧 大人 这不对呀 今儿个 我瞧着怎么那么别扭啊 本大人上任以来 也有个半月了 案子也办了不少 这不管是喊冤的 犯事的还是投案的 在大老爷面前 还没有站着说话的呢 爷 爹 慢着 爹 他不是贼 哎呀 雅儿 这公堂之上 你来干什么呀 难道这事跟你有关系 与我无关 可我能断定 此人绝非几名狗盗之徒 之前 女儿在路上遭人调戏 就是她 不畏权贵 坚毅勇为 将女儿救下 要不是这位意识相助 女儿如今 恐怕早就被前人掳走 此刻 恐怕已经 什么 是哪个大胆狂徒 竟敢调戏本官的女儿 雅儿 你告诉你 金石昌 此事与本来无关 下棚后在意吧 爹 您倒是说说看 像她这样的狭义之事 怎么可能 做出那位夫人说的 无耻之举呢 谢谢前小姐厚爱 在下 当时确实出手相救 但只是不忍见前小姐 如此花容月貌 被贼人在大街上 公然调性 差点被贼人拢去 在下不过是 不忍小姐被毁去清白 所以才出手相救 可救人与偷钱是两码事 人哪有不爱财的 被当场勤注 铁证庐山 在下甘愿领罪 不老小姐替我开脱 雅儿 你都听到了 她自己都认罪了 可见 这真有歧视 不可能 她不可能是小偷 爹 她不能是小偷 因为这个人 根本就不贪财 今日 她替我解围之后 一路把我送回家 我原本想让你好好 谢谢她的 谁知道 她掉头就走 她要是贪财 救了知府的女儿 赏也能少得了吗 可是她为什么 确知不收呢 爹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一定要明察求好 钱小姐 您实在是太善良了 我不是不愿意拿这个赏钱 只是一想起你爹是知府 一害怕就走了 这真是一个误会 我就是胆子小 江德光 你胆子小 你胆子小 敢跟金石昌作对 你胆子小 现在一没盘查 二没用刑 你就敢这么认罪了 我知道 你和他们一定有问题 你说 是不是他们逼你这么做的 你要是有什么难处 尽管说出来 在这宫堂上 有我 不 有我爹替你做主呢 你用不着顾忌 他没有顾忌 我有顾忌 今天大老爷 事已知词 我就把实情都说了吧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他不但偷了我的钱 而且 还偷了我的人 什么 快点 快上去 快 小爷 小爷 小二 杜 杜老爷 他们的人都上哪了 他们都早走了 走的时候 也没留下什么会儿 都走了 一起走的 几个大学是一起走的 走的时候就留下一个小姑娘 刚才还在呢 现在又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跑得到 跑得到挺快 害得老子白跑了一趟 你们两个 在这给我守着等着 仔细翻翻他们的行李 如果翻出什么不对劲 立刻禀报 是 其他人跟我来 是 四爷 四爷 快给我来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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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丧尽天良的处 男人 民妇是从家里被他骗出来的 坦白讲 其实我们是私奔出来的 我爹爹一直膝下无子 所以总是不肯把我嫁出去 这一脱就脱到现在 他 他知道我爹家资雄厚 而且我爹对我宠爱有加 所以他就偷偷混到我家里面 做了账房先生 然后他就慢慢慢慢开始勾引我 于是我就带着贴身的丫鬟 和两个极为忠实的仆人同他一起 偷偷从家里跑了出来 但是我发现他原来 他家里竟然有老婆 而且还不止一个 主子 宇太太 话可不要乱说 我只是偷了你的东西 你不至于这样的栽赃于我 大胆 杨高还在沉情 你杀什么嘴 说 你接着说 多谢大人 我只好这样忍气吞声 一路受尽委屈 就这样给他做了宜太太 谁知 他还不知足 又想骗我爹的钱 他骗了我就够了 又想骗我爹 我现在已经这样了 但是我绝对不能让他再骗我爹 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有一天我忍受不了了 我就带着我的丫鬟和我一起回到家里 然后我就上吊自杀 宜太太 你这话越说越不像话了 大胆刁民 你一口一个宜太太 我看此事八九不离十了 你给我老实待着 斗和半天是帮唱戏的 你说他们跟咱们老爷究竟有什么仇 他们怎么会是唱戏的 唱戏的有带十几万两银票的吗 什么 他后来呢 后来 后来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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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姝子 你想干嘛 小桃红 多谢你 能放下羞耻之心 愿意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这 大人 这个银贼连不满十六岁的丫头都不放过 你讲啊 你讲出来啊 主子 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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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孩子还小 您多担待 没事 这么小的姑娘 遇到这种事 她能不害怕吗 她能站到你身旁 就是精神可嘉 好了 本官给你做主 本官更会给你做主 大人真是青天大老爷 本来家仇不可外扬 民妇 我本不想说这些 可刚才见她 和钱小姐 这么你来我往的 怕是钱小姐 也着了她的道了 所以民女才 这越说越不上话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丰儿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嘛 我想把你送入大牢 来这里 不就是为了把你送入大牢吗 刚才钱小姐的一番话 眼看着 就不能把你送入大牢 我这才站出来 说出事实 可你也别把我 说到这个地步 反正我话都讲出来了 而且我也豁出去了 当着这么多人 还有我可怜的小桃红 你想不进大牢都难 如果你要想顺顺当当 不受刑罚 那就认了吧 我 我 我认了 好 像你这么寡邻 闲耻之人 本官看着就恶心 幸亏你认的 要不然定会大型参号 来啊 对 让他话呀 即日收件 待案子调查清楚 再给他量刑计算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